据环球网6月22日报道 在美军即将完全撤出阿富汗之际 阿富汗塔利班与政府军频频发生交火 针对平民的袭击加剧 该国的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目前的战况倒向塔利班一边 塔利班日前单方面宣称 他们在阿富汗境内已经占领了40个区 至少26个政府军基地选择投降 政府军节节败退 阿富汗政府也在努力想办法 6月19日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 免去了国防部长以及内政部长的职务 任命当年阿富汗著名武装组织首领 潘杰西尔·雄师·马苏德的助手 彼斯·麦拉和穆罕默迪为新任国防部长 总统本人也行动了 美媒报道 阿富汗总统加尼近日前往美国 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外界认为 加尼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美国求援 希望美国能做出军事行动 以挽回当前局面 但在目前美军一心只想撤离的情况下 能获得军事援助的希望并不大 对于阿富汗安全形势的不断恶化 外交部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19日发布消息 提醒在阿富汗的中国公民尽早离境 如遇紧急情况 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联系 再次见到赛兰西亳的发唤 再次见到赛兰西亚的核心 就是赛兰西亚的发唁 为这次见到赛兰西亚的项目 可见到赛兰西亚的项目 是赛兰西亚的重型 就是赛兰西亚的地区